欢迎收看今天的华文大直播 我是丽娅倩 首先来带您关注的焦点 中共庄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 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围绕新时代新真诚党的中心任务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各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 取得了新的成效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政法战线要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忠诚履职 担当作为 以政法工作现代化 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要坚决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要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 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 高质量发展 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提升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 要加强政法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新时代政法铁军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13号至14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锻造过硬政法铁军 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最大的政治 把握时代方位 以政法工作现代化 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 美国公务院就中国台湾地区 选举发表声明 严重违背美方所做 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的 政治承诺 中方向美方提出严阵交涉 另外中国驻英国使馆 中国驻日本使馆 以及中国驻欧盟使团 也分别敦促英方日方及欧方 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战的言行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中国外交部表示 美国国务院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一贯坚持反对美台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 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 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 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 遏制中国等承诺落到实处 中国驻英国使馆 就针对英国外相卡梅伦 关于台湾选举的错误做法表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不会改变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普遍共识和稳固格局 不会改变 敦促英方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 也就日方驻合台湾地区选举 发表讲话 发言人表示 有关做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强调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内部事物 中方严肃敦促 日方深刻反省清台历史 切实恪守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 不要给台海和平稳定 和中日关系制造干扰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针对欧盟对外行动署 涉台声明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物 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希望欧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切实谨言慎行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 网维士综合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宣布 拜登政府派出的由前美国官员组成的 跨党派高级别代表团将于14日抵达台湾 代表团成员包括 民主党籍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共和党籍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 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 代表团将于15日与台湾各界政治领袖会面 美国在台协会在声明当中强调 美国政府是遵循先例 在台湾大选之后 邀请前资深官员以私人的身份造访台湾 对此中国外交部在日前重申 中方一贯地坚决反对 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美方应当妥善谨慎地处理涉台问题 避免给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严重损害 国家卫健委表示 元旦引来内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接诊量是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而目前的呼吸道疾病仍是以流感为主 医疗服务总体平文有序 进入三九天天气最为寒冷 加上假期临近 人群大规模流动和聚集 也加速了呼吸道疾病传播 国家卫健委表示 目前内地呼吸道疾病仍然是以流感为主 提醒民众要加强防护 另外中纪空也指出 南方省份自10月上旬 北方省份自10月下旬 已经先后进入了本次流感流行季 高危人群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南方省份近三周 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至36.8% 北方省份近五周流感病毒 乙型流感病毒的占比持续上升至57.7% 部分省份乙型流感病毒的占比超过了 甲型流感病毒 即使本次流行季得过甲型流感 也还有可能再次感染乙型流感 建议高风险人群明年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冬季呼吸道疾病多发 医疗专家表示 很多呼吸道感染非感染性疾病 包括甲乙流 新冠 呼吸道荷包 支援体等等 这些病原体感染以后建立的免疫力 并不持久会出现反复感染 而他们之间也没有交叉免疫 所以不同病原体可以同时或者交替感染 短时间内的重复感染 由于感染建立的免疫力仍然存在 所以同一个病原体的感染 再次感染以后常常表现比较轻 但是不同病原体感染 那么就可能加重病情 或者是病情恶化 尤其是容易导致上汇道黏膜屏障损害以后 还可能激发细菌感染等等 在新冠病毒感染方面 中急控表示内地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少年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 保持在1%以下 但受GN.1变异株持续输入 国内流感活动之间降低 和人群免疫水平下降等多因素影响 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在本月出现回升 凤凰卫视 杨夕刘健 北京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去年香港全年的总存款增长超过5% 资金远处已在净流入状态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 过去一年香港资产市场虽然备受压力 但投资机遇变得更加吸引 去年头11个月 香港总存款额达到大约16万亿港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1% 而当中港元存款额占了7万6千亿港元 也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7% 加上12月初步数字 全年总存款预计增长超过5% 另外去年全年大约2500亿港元资金 经过南向通流入香港股票市场 反映资金仍然是处于净流入状态 陈茂波也表示 香港财富管理业务具有优势 有市场报告预计 香港财富管理业务在2022到2027年期间 每年将录得7.6%增长 香港拥有专业可靠和高效的财富管理服务 连同过去一年 香港在家族办公室方面的拓展 以及重推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等等 将为香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 带来另一增长动力 不少熟悉香港市场的国际投资者都认同 香港正是其中一个最理想的选项 陈茂波14号夜晚启程前往瑞士达沃斯 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他说将会在论坛上向全球各地的政治经济金融领袖 介绍香港和内地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 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